十一月初首都盛多民歌 突如其来的大雨 造成多处的淹水 随地乱丢的垃圾 塞住了排水沟是主因 慈激人来勘灾 看见大水退去后 街道依旧凌乱 急需整理 决定以以公代正的方式 带动居民打扫 同时也推动资源回收 因此特地举办说明会 建立正确观念 并且造册发放物资 解决因水患造成的经济困顿 12月3号清洁社区活动日 居民自备清洁工具 打扫环境 也减时瓶瓶罐罐 回收资源 参加活动的居民都可以拿到 代正金和粮食包 更重要的 他们都已经知道 如何让家园保持整洁 远离淹水之苦 12月也针对10个贫困地区的居民 举行粮食包发放 这是他们收到最丰盛的礼物 由于大多来自偏远村庄 当地志工不单是协助造册 也出钱租车载送 大家都有心 要让人人都能够开心迎接 新的一年到来 待新闻真正美之工 朱慈瑶 雷蒙多明明家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